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訊號仍然生效 另外黃色暴雨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也是生效的 朝早8點颱風巨雀 集熱在本港西南偏西大約220公里 月亮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 朝早7點左右已經在廣東台山登陸 天文台說會在上午10點左右改發3號強風訊號 隨著巨雀逐漸遠離香港 天文台在10點左右會由3號強風訊號取代8號列風和暴風的訊號 現時香港仍然是受到巨雀與它有關的語帶不斷地影響 今天香港的天氣主要都是以強風大雨為主 教育局宣布所有全日制學校以及半日制的上午校今天都是停課 如果上午10點半或之前改發3號強風訊號 半日制中小學的下午校和夜校今天會繼續上課 陸上交通服務將會陸續恢復 其中港鐵早10點開始會提供繁忙時間的班次 九巴和農運巴士所有日間路線早早9點開始提供有限度服務 但62X301、934、935和948五條路線暫停 而259D今早會改經屯門市中心同安定村一帶 至於新巴和成巴就說所有日間路線就會因應路面的情況 早早9點半開始陸續恢復服務 公共醫療服務方面 醫院管理局核下所有的普通科診所、指定流感診所 專科診所包括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等服務 老人日間醫院和精神科日間醫院 8號訊號生效期間都會暫停 已經預約的門診病人可以在8號訊號取消之後 再約診症時間 醫院的急診室就會照上服務 來若安現在在銅鑼灣 早上來若安說到現在風勢雨勢情況是怎樣 周嘉儀早晨 我現在就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對開的露面 過去一個小時風勢和雨勢都穩定了很多 一點都不大 跟之前時大時小不同了很多 天氣也開始越來越光猛了 在8號颱風之下仍然有市民要開工 由於巴士、港鐵服務維持有限度 所以很多市民都選擇要搭的士 因為他們都比較趕時間 大家但是就要留意 由於的士都是在8號颱風下工作 所以他們都著情收一些附加費 有市民就說他們就給了70元的附加費 也有市民甚至是給了100元的 大家搭的士的時候就要留意 是有額外的收費 相信很快的颱風就會遠離本港 就會改發較低的訊號 預備出街的市民要留意 雖然天氣就好像好一點點 但是隨時都會再有狂風驟雨的天文台禍 所以出街的時候 記住要戴上霸傘 我們有這麼多 交給你周家儀 謝謝老闆